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温侯华Tony先生 我是温侯华的Tony 今天来讲一讲如何给汽车更换电瓶 我们自己更换电瓶通常来说首选的是Costco 我们这一款2015年的本田的CRV 在Costco买电池是税前是119 然后我们买的时候需要交10块钱的大概是还经费 当我们把换下来的旧电池和发票带回Costco的时候 然后我们可以把那10块钱的环节费可能再拿回来 更换电池之前有一个是必须要准备的 我认为这个是一个10毫米的套筒 非常的有用 我们在卸任何的电池 因为我家里还有一台福特的车 我们在更换电池的时候 它绑电池上面的小螺丝都是10毫米的 是通用的 我们准备一个都很方便 如果用活动扳手或者那种扳手来扳的话 一点点扳真的很特别费事 今天我们来给这个家里用的这个本田的CRV换电池 这个电池这两天我们发现有一点点不太稳定 然后去Costco买了一块 那今天就需要的工具 大概有这几样 主要是有一个10mm的套筒 这个小螺丝是这样的 进入这个小螺丝 就是一个 Old Mac 我们在两天 这种 börjar 我们在这里 我们出现 这个东西 对的 好 这是附的 这是黑的 这是正的 拿走 因为这个上面太长了 这个套筒不能用 换成这个 有一个壳子 这个电池怎么 连一个把手都没有 这是个旧的 这是买的新的 这个下面有两个固定的这个酸 固定在这个孔里面 这边是 这边是 唉 喔 卡到了 这是红的 这个是黑的 现在最困难的是把这个放回去 它是一个钩子 下面的钩子 它这儿有一根袋子 这根袋子 这儿有些转捞 这儿有些钩子 它是一个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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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是钩子 它是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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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钩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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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所以当我们把车买到家里之后 对它的维护和保养应该重视起来 我们不能等到说出了大问题 送到车行去做 那这个时候相当于人受内伤了之后 送到医院去 那个问题就大了 那么在它正常的养护里面 缺油 发动机机油 能等到一两万公里才去换 正常的期间 比如说五千八千 我们就把这个机油换掉 那水箱如果缺水就补水 然后任何一种 比如说像制冷液 如果有提示 它需要补充的时候 都要重新的补充 那这样的车辆可以维持非常久的时间 其实汽车和房子一样 都需要人的打理 那如果你把它打理的很好 你维护保养的很好的话 它可以陪我们的时间就会很长久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的内容的话 请点击评论转发 请关注我的频道 谢谢 拜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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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